砰的一声 门被大力地踢开 蓝锡尘连忙坐起身 手上拿着已经拔出了一半的朔月 望姬 你 魏公子这时 蓝旺姬眼眶通红地抱着魏无羡 仿佛下一秒就要落下来 若是细看就会发现 蓝旺姬的身体都在微微颤抖着 兄长 魏英 魏英他 蓝锡尘迅速起身 旺姬 先别慌 兄长给魏公子看看 蓝旺姬抱着人 快步坐在床边 就让人靠在自己怀里 手上轻微颤抖着 紧紧抱着人 蓝旺姬现在无比希望 刚刚是他探错了 魏英 怎么会没有金丹 明明 明明那样厉害 怎么会 没有金丹 将手搭上魏无羡脉搏的那一瞬间 蓝锡尘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然后神色越来越凝重 最后 眉头紧锁 神情错愕 怎么会 蓝旺姬闭上眼 紧紧咬着唇 魏英 许氏忽然落在脸上的一滴滚烫 太过令人心疼 魏无羡皱着眉就醒了过来 睁开眼就看到蓝旺姬脸上的泪痕 连忙起身 心疼地俯着蓝旺姬的脸庞 蓝湛 你 你别哭啊 谁欺负你了 我去 魏英 蓝旺姬睁开通红地含着晶莹的双眼 你 魏无羡手上轻柔地俯着人的眼角 心疼地看着人 听到人的话 眨了眨眼 嗯 咳 急忙穿好衣物的蓝旺陈 尴尬地咳了一声 魏公子 你的金丹 不说起这个 魏无羡都快忘了 一想起来 魏无羡忍不住一僵 心底也涌上一股股杀意 还有把自己的金丹 给了那种人的恶心感 脸色也不自觉地阴沉下来 蓝旺姬红着眼眶 看了蓝旺陈一眼 然后握住魏无羡放在自己脸上的手 拉着魏无羡就去自己的住所 魏无羡就跟着蓝旺姬身后 温柔地看着人 蓝旺陈有些无奈的同时 神色也郑重起来 不光是金丹 魏无羡身上的旧伤暗伤心伤 简直不计其数 亏损极为严重 光是幼时在外流浪 怎么可能会有灵气 常年累月打出的伤 那分明就是紫电打出来的 可是 将魏无羡拉到了自己的住所 蓝旺姬才反应过来 这样做有些没有意义 之前差点就吵起来 现在这样 又算什么 蓝旺姬 魏无羡关上门 轻轻握住人的肩膀 轻柔地将被对着自己的人转过来 抬手轻抚去人眼中 还未消去得湿润 不哭了呀 眼睛都红了 待会会难受的 不哭了 看到你哭 我真的很心疼 蓝旺姬抿着唇 有些出神地看着 魏无羡满脸的温柔 魏英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 魏无羡扶着人的肩膀 带着人坐下 蹲下身整理着人的衣物 抬手轻轻地顺着人有些乱的发丝 温柔地看着人 那我就先走了 快休息吧 天都快亮了 等我 有足够的实力 能保护好你 有资格站在你身边的时候 我会永远陪着你 只护着你 魏英 蓝旺姬快速抓住魏无羡的手腕 从这身体里感知到的没有任何灵力且筋脉 有些萎缩的感觉让蓝旺姬心都揪了起来 想说些什么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不知道怎么说 犹豫着 欲言又止 魏无羡笑了笑 握住人的手 转身快速将人抱住 极其温柔地俯着人的背 声音柔地能溺死人 想说什么 跟我有关吗 嗯 魏英 蓝旺姬犹豫着 不想离开魏无羡的怀抱 尽力压制着和魏无羡更加接近的渴望 将手附上魏无羡手腕 蓝氏 已经重建 我知道啊 魏无羡任由蓝旺姬 把握着自己的弱点 手上将人抱紧了些 我听说 蓝氏已经重建了有一半了 能 能帮你 蓝旺姬认真地看着魏无羡的双眼 蓝氏已经重建 藏书也已找回 我可以找到办法帮你 所以 能 能留下吗 魏无羡笑着 好 那我就等你来帮我 快睡吧 我先 魏英 我 犹豫了两久 蓝旺姬低下头 嗯 你也 也早点休息 江家 对你那么重要 还是 还是算了 魏无羡俯身 一手抱着人 一手轻轻妈撒着人的眼角 看着人的眼中 溢满着温柔和隐藏的极深的失而复得 蓝旺姬 你呀 然后轻轻地在人的额头印下一吻 傻瓜 真是能心疼死我 睡得再晚 蓝旺姬依旧准时醒来 感觉到腰间被紧紧抱着 自己也完全被抱在一个安心的怀抱里 反映了许久 蓝旺姬抬起头看着近在咫尺的容颜 总觉得这只是一场美好的梦 魏英 蓝旺 我喜欢你 心悦你 爱你 很喜欢很爱你 只想和你在一起 其他任何事任何人都和我无关 从今以后 我只为了你一人 只陪着你 永远陪着你 一直和你在一起 昨晚魏无羡在耳边说的那样坚定且温柔的话语 仿佛还缠绕在耳边 然后蓝旺姬 蓝旺姬就被魏无羡拉着躺下 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就睡了 不负蓝室的睡姿 蓝旺姬第一次侧身着 躺在魏无羡怀里就这样睡着了 现在还是盛夏 其实是热的 蓝旺姬已经感觉自己背后隐隐有些汗湿 但是她感觉到魏无羡的身上是凉的 所以蓝旺姬安静地被魏无羡抱着 看着人 静静地等着魏无羡醒来 又过了快两个时辰 魏无羡才一时朦胧地醒过来 下意识地抱紧了怀里的柔软 低头就埋在人的颈窝 轻轻蹭了蹭 闻着好闻的檀香 都不想睁开眼 蓝旺 嗯 蓝旺姬红了耳尖 感觉到落在自己脖子上的温热的呼吸 这才有了些这不是一场梦的真实感 蓝旺姬抬手捏了捏魏无羡手臂 魏英 快五十了 用膳 这么快就五十了 不对 魏无羡立马睁开眼 五十了 声音略显急切 嗯 蓝旺姬担忧地看着人 怎么了吗 有什么事吗 魏无羡抬起头 看到怀里人稚嫩的脸庞 这才放下心 是了 这是以前 但是 魏无羡上前吻了吻人的额头 没吃早膳吧 下次要是我没醒 记得叫我 饿了吧 没 不饿 我 我去洗漱 说着 蓝旺姬耳朵通红的 就连忙起身 趁着魏无羡还没反应过来 连忙出去 魏无羡宠宠溺地看着蓝旺姬 有些落荒而逃的背影 和那红的低血的耳朵 直到看不见人的身影 才低下头 看着自己手上有些渗出血的纱布 看得太长时间 蓝旺姬因为胃疼而极力隐忍的样子 都忘了 现在是以前 听到午时了 最先想到的就是 蓝旺姬没吃 早膳该胃疼了 但是 想起抱着人时那纤细的身子 魏无羡握紧手 还是该看着蓝湛用膳 太瘦了 而且这么短的时间 蓝湛腿上的伤肯定还没完全恢复 得好好养着 蓝旺姬很快就提着石河回来 上前握住魏无羡的手 轻柔地打开 上摇包扎 看着魏无羡手上这样血肉模糊的伤 眼中是藏不住的心疼 魏无羡一笑 伸手就挽住了人的腰 将人搂着 坐在自己腿上 直接亲了一口人的脸颊 蓝湛 我没事 放心 突然的一下 蓝旺姬下意识地就想起身 却被魏无羡紧紧抱着 脸上突如其来的温热 直接让蓝旺姬红了小脸 魏英 魏无羡笑着将人搂紧 蹭蹭人的脖子 嗯 我在呢 无数次 我多么想告诉你我就在你身边 现在 终于可以说了 嗯 蓝旺姬红着脸 慢慢放松着 靠在魏无羡怀里 轻轻缓住魏无羡的腰 很真实的感觉 魏英 我们 真的在一起了 对吗 过了一会 魏无羡抬起头拍了拍人的背 不早了 先用膳好不好 好 蓝旺姬导了一杯酒递给魏无羡 伤味好 少喝 因为知道魏无羡喜欢 所以蓝旺姬舍不得不让魏无羡喝酒 那就看着他少喝就好了 好 魏无羡柔声地硬着 心里也是清楚的 再怎么想喝酒 也必须先解决自己身上的伤 不然 什么时候才能有足够的实力 护在蓝旺姬身边